歡迎收看方方面面理財理健康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來理財理健康 如果說在天氣這麼冷或溫差變化大的時候 你不想猝死因為可能 如果說沒有注意心梗、中風、心血管疾病的話 你一定要看我們這一集 而且如果你不想被割韭菜 你更要知道知道什麼 趕快來歡迎我們專家 是我們股市業問 韋傑 韋傑 韋傑好 韋傑 韋傑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其實韋傑 我覺得他是個非常非常認真的專家 他不是本科系耶 你是名傳對不對 對 你是外文 對 我是英雄英文 然後自己是自學之後 變成專家 股市專家 對啦 摸走很久了很久 真的了不起耶 不過韋傑走過鬼門關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今天要特別請他來 因為在這麼天冷 而且是冬季耗發心肌管疾病的同時 大家一起來顧健康 那也要一起來理財 好 先快速跟大家講一下 我知道你在2019年 應該是在我的之前的一個老冬家錄影 對不對 對 聽說你是撐撐撐 是很不錯 一直冒冷汗 撐完了才趕快去掛急診 對 其實那天大概就是距離今天 今天四年前整整 然後四年前 2019年的11月26 所以你那天也是26號 我們預錄今天剛好是27 就是四年前 四年前 對 那天早上是我一大早在 之前友台的一個節目 錄那個盤潛的節目 那錄到最後大概剩下兩分鐘左右的時候 突然發現我自己 就是突然出現了這個劇痛 那劇痛那種感覺是從 從脖子這邊引入的往下 然後的那種撕裂型的劇痛 不過當下我並不清楚這個叫撕裂型的劇痛 我只知道 這個痛很不對 是我人生當中沒有這麼痛過 那當下我並不知道 我只是覺得好痛好痛 然後呢 伴隨著冒出大量的冷汗 就冷汗用噴的啦 就是大顆肝 洗顆肝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會有 時不時就會有失語的狀態 失語就是沒辦法講話 像我現在可以順 就是很順利的講話 可是當下我講話是會梗住的 就你突然要講的話會梗住 會停住就對了 對就是梗住 對就是會有這種失語 失去言語能力 失語 然後劇透 然後再加上冒冷汗 然後當下我就覺得非常不對 但是因為 節目只剩下兩分鐘我就要結束了 所以我就把它 硬把它撐完 撐完了之後 我就直接去急診室 那就直接 就是去看醫生了 對大概是這樣 那 第一次我去看醫生的時候 當然就是先找最近的 那當然他們給我的診斷 一般來說就是 按照我這樣子的描述 是上面從這邊有一個痛的感覺 那一般會想到的就是跟那個 餵食道逆流的那種 揮修心的那種感覺有點像 就是胃的問題就對了 對就是餵食道逆流的感覺有點像 所以當下他們的診斷就是 有點把我偏向歸類像是 這個餵食道逆流 因為他們其他抽血啊 血壓啊 這個數據檢查 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包含有一個叫做 那個心肌酵素 心肌酵素的那個檢查 也都是正常 確定我不是心臟方面的問題 然後呢就說 OK那你在那邊休息一下 那我幫你開藥 那你回去家裡休息之後 如果有再痛 那你再回來 我們這邊再看 那所以我就拿了那個 止痛藥我就先回去 回到家裡之後 我發現不對 止痛藥吃下去 怎麼會沒有止痛的效果 就沒改善 我就沒改善 因為照理來說那個胃乳 它是開比較強力的那種 胃乳止痛 我應該喝下去之後 馬上大概至少10到15分鐘 應該會有感覺 可是沒有感覺 還是持續的痛 後來因為我覺得 他們在急診室告訴我說 欸你這個是 腸胃道問題 餵食道逆流 所以我就直接去掛了 你再回掛 就是去掛 我再去掛那個腸胃科 腸胃科 結果腸胃科輪到我的時候 醫生一聽到我的描述 他說你不對 你不是 你絕對不是 餵食道逆流 你趕快再回急診室 再看一下 那因為 從早上9點 一路拖到下午3點 我再回去的時候 其實已經經過了 4個 6個小時 4到6個小時中間 那我再回去的時候 那個醫生 那時候急診室的醫生 他說你怎麼又回來 我說不對 那個痛沒有改善 那接下來他們就 繼續再幫我量一次血壓 這一次就是量四肢血壓 就是手跟腳 四肢的血壓 就是量 一量就不太對勁 就是四肢的血壓 差距都超過20以上 通常四肢的血壓 不會超過10 就是你左手跟右手 不會超過10 這正常 一旦超過10以上 會有些些異常 那更何況我之前 是超過20以上 那他說 你這個四肢血壓 不太正常 然後才去做了一些 比如說幫我去送 這個CT 去做斷層掃描 然後去做 這個超音波等等的檢查 然後做完這個檢查 等到結果出來之後 大概是下午5點左右 然後這時候才確定 我是所謂的主動脈玻璃 那當下主動脈玻璃之後 我就 當下那個醫院的醫生 就直接把我 留在床上 他說你不能動 因為這可能很快 就要搞不好 現在要進到ICU觀察了 因為他說 你這個狀況就是 你現在要決定 你要不要在我們這邊開道了 那當下因為我是第一次 所以我不知道 那我就透過我老婆那邊 然後他們有一些同學有認識 然後我就 決定轉整到台大去開刀 所以當天從 五點確定是主動脈玻璃 然後到台大 晚上大概九點左右 我就進去開刀 大概中間又隔了一段時間 所以大概是晚上九點進去開刀 那大概 第一次我恢復有意識 大概是三天後 恢復意識 然後我在ICU躺了五天 那就是全身都是那個 引流管 然後都是那個 中間這個胸口這邊有一個疤痕 然後就是說 它主要是因為是開胸 然後去進行這個 我有一個主動脈玻璃 這個主動脈玻璃它是 它有分兩種 第一個是Type A Type A是生主動脈 Type B是降主動脈 對 降主動脈主要是在腹部這邊 那我的是從生主動脈往下列到 剋動脈 剋動脈是在 在這個腹腔這邊 所以我的這一條的那個 這個 血管的破裂 這主動脈玻璃的狀況其實是還蠻長 大概有五十公分左右 那最主要 破裂的是在生主動脈這一塊比較危險 那當然這個主動脈玻璃就是 簡單來說是因為這個 另外一個名稱叫做主動脈瘤 這個大家可能比較常聽到 那因為它是 因為我的血管破裂之後 它有一個真腔跟假腔 那血液是流到了假腔裡面 然後形成了一個類似像腫瘤的東西 然後擋住了那個 那個血液的流動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那大家如果想要詳細的知道 這個主動脈玻璃到底是什麼 我想現在去Google 現在資訊這麼發達 你去Google主動脈玻璃 就很多的狀況告訴你 其實簡單來講 我不知道這樣說對不對 它其實就是你的血管破掉了 因為我們講說你心梗 或者是說是 中風列血管去撻到 但這個比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說一般的堵塞 還更加嚴重 對 因為它一破 你來不及搶救 可能人就來不及 因為它是動脈血管破裂 然後裂開 然後它的血液會大量往四散流出 那你該有血液支援的地方 就會失去血液的支援 可能就會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像我這段是生主動脈 往上就是有三條那個分支的血管 是往腦部嘛 所以如果它裂開的時候 它是直接塞住了往腦部的那個血管的話 那我是直接會昏倒 那通常這種狀況就會是比較嚴重 比較嚴重 因為你昏倒之後 你不曉得你會撞到什麼 所以它可能會二次受傷 那我是比較幸運是我在裂的當下 我並沒有昏倒 我沒有失去醫師 它就是在這邊裂 然後往 而且它是不是往上 是往下裂 所以我會產生一個 就是由上而下的巨痛 那當時候那個 後來幫我開完道 那醫生跟護理師都跟我講說 你真的很強 你大概就知道了 這個一般這個女孩子 這個生產的痛有多痛 我說哇原來有這麼痛 我覺得真的 就死嘛 死 可能只數就死 我覺得搞不好就還搞不好 就如果是還有在網上可能死一死 就超過了 是非常非常痛的 真的真的超過了 那當下就是在ICU 就是住了五天之後 才轉到一般病房 轉到普通病房 對普通病房 那當然這中間我在開刀的時候 當然 開手術的過程當中 就是有比醫生預期還來得好 但是 我還是有病發了一個就是 左大腿的那個槍式症候群 我們看下一張 對 好 那這槍式症候群 基本上就是 就是你的那個肌肉腫脹 肌肉腫脹 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把它切開 做這個減壓 那我其實住了 住院 這次住院住了五十一天 其實一般心臟開到大概十四天就可以出院 那我為什麼住那麼久 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 我準備要這個 就是 左大腿槍式症候群 對 而且還要植皮就對了 對 我要植皮 我要等他好 然後所以我這個五十一天當中 我基本上 二十四小時都在打抗生素 對 二十四小時 所以其實我的肾跟肝 還好都沒什麼問題 對 所以其實在這個 患病的過程當中 我還蠻 就是整體來說 對醫生來講 這件事情 對他們來說也是 無解 因為我基本上不是 不是什麼三高的患者 所以你是住前是健康寶寶嗎 對 沒有什麼家屬史 也沒有 沒有家屬史 我也不是那個基因的 也沒有家屬史 對我不是基因 基因是麻煩症候群 我也不是 因為我後來有去做那個基因檢測 對 或自費去做基因檢測 確定我沒有麻煩 那 我也沒有三高 沒有危險因子 然後不抽菸不喝酒 然後 對 那我唯一到現在 醫生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唯一到現在 我能夠歸納出來 大概就是工作壓力太大 對 覺得壓力太大 就是說其實 我覺得那時候應該很拼 現在也是 我覺得那個自由基 會去攻擊自己 對 一些細胞就 可能會受損 你免疫就這樣 那 講到這邊 我覺得 應該韋傑就是 鬼門關前走一招 那在數前 其實我剛剛為什麼一開始說 他是股市業問 其實你有很好的運動底子 因為你之前都打那個什麼 永春拳 對 沒有啦 還有這個 有運動的底子 讓你面對這麼大的手術 再來就是說你自己有警覺性 不舒服的時候 趕快去 對不對 因為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那個感覺 是不一樣的 真的會 所以呢 不要拖 而且韋傑可能是真的很痛 但是只要大家覺得 你這個痛跟以往不太一樣的時候 你就要趕快去醫院 再做深入的一個檢查 沒錯沒錯沒錯 好這次 我們韋傑 在之前 術前就有純健康 那現在他術後 他怎麼改變 大概有跟大家講 那 詩成葉問的親職 如文景先生 那之前有上過亞方節目 那你最新武術一練 這個七年喔 我大概就是 葉問第一集出來之後 我就去練了 你就愛上 對 然後大概就是 斷斷續續 一陣子這樣子都去練 大概到這個生病之前 那這個應該三十幾歲對不對 對 沒錯 那時候的飲食其實也都還算是 蠻簡單也蠻正常的 對 好我們再看下一張 應該說 韋傑 歷劫之後 在健康部分呢 我這邊應該寫四年才對不對 術後四年 對對對 到今天為止 來我們看看韋傑做哪些改變 待會我們要請韋傑要講到理財 因為他現在很會理健康 那理財大家注意一下 不想被割韭菜 韋傑今天要說你一定要知道 必懂的一條曲線 這個連巴菲特都在看 好 現在韋傑市長 韋傑那時候 就168斷食喔 沒有我之前是沒有啦 之前就是正常 但是我手術回來之後 對就是術後 對術後就是做168斷食 那最主要就是因為 早上像做 就是我們從事這個行業 早上就是一定都是最緊張的時候 那我很容易就會忽略早餐 所以我就乾脆早餐不吃 我就只吃中午跟晚餐 那晚餐就是最慢最慢 8點以前吃完 所以就是完整的一個 這其實是蠻簡單的一個時間管理 那飲食的重點還有一個就是 少鈉啦 就是低鈉 低鈉 然後盡量少攝取澱粉 但是我要強調 我並不是不吃澱粉 而是我不會特意去點一個 都是澱粉的主餐 比如像拉麵啊炒飯這種的 我不會 麵包可能吃很少 那大家就會配合 就是說所謂的那個211餐盤 就是說那個餐盤就是 兩份蔬菜 一份蛋白質 跟 一份肉 跟一份澱粉 回到剛剛那一張 對這個嘛對不對 就是211餐盤 然後再搭配168的斷食這樣子 好來 對然後 其他的部分就是 在運動部分因為術後 我因為 開的是大刀 所以我現在開完之後 我沒有辦法負重 就是我手沒辦法拿太重的東西 所以我根本沒辦法去 進健身房做所謂的肌耐力訓練 拿重不行嘛 是 那當然就是很多類似衝撞型的運動 比如像打籃球 或者是我最喜歡的那個 永春拳 我其實沒辦法跟人家七手 因為 練武術其實大家都知道 一定你多多少少都要過招七手一下 就是七手就是 你要去跟人家做吃手的練習 才有辦法能夠進步 那我就沒有辦法去跟人家做這樣的一個對練 那只能練套路 所以就 練套路就 可能就是我就在家自己練 因為畢竟我已經有一定的基礎 那現在比較重要就是我有一些比較主要的運動 第一個就是在家的一些簡單的肌耐力訓練 然後心肺功能 深蹲可以嗎 深蹲我可以 我肌耐力的話就是我用一些彈力帶 那輔助做訓練 然後做一些深蹲 然後做一些超慢跑的訓練 這個其實對我來說是比較OK 因為超慢跑的原因是因為我現在術後回來之後 我並沒有辦法 我的心跳沒有辦法像一般人一樣 因為一般人正常說你要達到能夠燃燒脂肪大概要130以上 然後要持續 什麼333 333 對 那我是沒辦法 我醫生規定我的心跳一定不能超過120 那我在做超慢跑的時候 我有試過大概都是110以下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超慢跑是非常好的一個心肺訓練 所以這超慢跑 對 所以我就從術後回來之後 我就大概是這個原則去進行斷練 這邊講一下BMI這邊22.3 如果以男生來講 稍微比較輕一點點輕瘦對不對 這是醫生跟你說 你現在要維持是標準輕瘦對不對 對 偏瘦 如果就你來講是 其實醫生是認定是OK的 對 以我現在的身高大概 以我現在身高180 大概 比較中間合理的就是在75公斤 但是 醫生跟我講你75公斤還是有點危險 你還是要偏瘦一點點 所以我現在大概維持70 70到71左右 其實就讓你的心臟的那個什麼負荷的可能 是不是也 對的確會喔 大家這樣要試試看 對對對 好講到健康 你這邊幫大家ending一下 你覺得有什麼要特別提醒大家 我覺得其實一定不能夠忽略 身體癌癌的訊號 危險訊號你一定要記得 就是說像我剛剛特別提到 那種痛 你已經痛到不能夠承受的時候 你有感覺 你一定要馬上去求助醫生 是 然後千萬不能忽略不能脫 不要怕看醫生 真的不要怕看醫生 那另外就是 能夠稍微就是 緊壓 緊壓 就是 管住嘴巴 對不對 管住嘴巴 賣開大嘴巴運動 隨著靈力的增長 可能大家稍微要控管一下 對對對 好 這是在李健康喔 韋傑呢 其實也經過了這個鬼門 應該說鬼門關前走一遭 我想他也跟大家分享 他目前的一個術後的生活 我覺得就是很標準了 那剛剛講不要忽略危險訊號 那一定要知道就是說 剛剛不想猝死 那你不想被割韭菜 必懂的一條曲線 連巴菲特都在看 您知道是什麼嗎 好來韋傑揭曉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這個美國的公債殖利率曲線 那我覺得其實這條曲線 基本上就是一條 非常重要的股市密碼 也不能說股市密碼 應該說大家在投資理財的路上 它是一個密碼 也就是說 錢是往哪邊去的方向 那為什麼是用這個殖利率曲線 原因是因為各天期的資產 基本上它的無風險地毛 其實都是以美國的公債殖利率為主 不管是短天期還是中天期 甚至在長天期 我們常聽到無風險利率 就是所謂的美國時限期公債殖利率 那定毛的原因是因為 假設我們現在要投資股市 投資美股或是台股都一樣 全世界它要評斷一個市場上 我要願意去投資股市跟假設 只有債資跟股市要投資 那你會選擇哪一個 這是一個機會成本的概念 我要不投資債券市場 我要去投資股票市場 那股票市場肯定要給我的報酬率 是比債市來得高 我才會願意去投股市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這邊就是一個 機會成本的概念 假設以10年期 現在目前來看是4.4%左右好了 那按照過去這個華爾街的統計 如果說我要放棄投資債市 去投資股市 那我要往上加多少 往上加150個BP 也就是它的報酬率是4.4 再往上加1.5個百分點 至少要將近快5%到6%左右的水平 就是長期一年喔 一年的報酬率要給我6% 我才會願意不投資債券 而去投資股票市場 可是如果是按照現在目前股市來講 股市它是一個不到期的 不到期的資產 那你看現在目前的不到期的 30年期的這個公債值率 大概是在4.6%左右 可是我們的台北股市喔 它的報酬率大概 按照最近這個金管理統計的4% 殖利率4% 所以其實它是報酬率是有一點點偏低 因此我們回過頭來看 這時候我就要回過頭來 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巴菲特最近在做什麼 巴菲特最近連續四個季度 都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賣股票換鈔票 那我換一句話說 就是賣掉長端的資產 買進短端的資產 那如果是按照這張圖呢 它是怎麼做 它是把長端不到期的 資產股票賣掉 賣掉 去買什麼 買短端的 一年期以內到期的 不管是國庫券也好 或是美國公債也好 去獲取那將近超過5.5%以上的報酬 所以我才說 這條曲線就是市場上 要投資什麼 你就往這邊去 你要去找什麼 現在往短端的資產市場去做 留意啊 所以短端是什麼 要嘛就是貨幣基金 要嘛就是短端的 就是巴菲特短端的 政策市場操作 再不然就是定存嘛 好 就是定存 就是美元定存 美元定存現在是5% 好 所以其實就是 錢總是往高報酬的地方去 那如果像現在 比一般市場上的投資人 全球的投資人都一樣 他的錢是往哪邊去 往末端去 就是往我們畫面的 嗯 右下角去 右下角去對不對 因為他是不到期 他30年沒有到期 他是不到期的 股票是不到期的資產 所以 報酬率只有4%以下 所以 你會發現 一般市場上的投資人 錢的去向 跟巴菲特錢的去向 是完全全不一樣的 有一點相反 對完全不一樣 那殖利率在低檔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股價就是在高估的位置 所以巴菲特一直強調一個觀念 就是價格高估這件事情 對他的選股邏輯來講 是很重要的 他現在認為 全世界沒有什麼好的 資產標的可以買 原因是因為 價格太貴 所以他的錢 就不會流到股票市場去 就變成是在短端 貨幣市場的一些相關的操作 所以這條曲線 一旦看懂了之後 巴菲特最重要的投資邏輯 你也已經都明白 所以在這一波的操作過程當中 可能就能夠免去那種市場上誤判 或者說被割韭菜的一個風險 那也就是說 我這樣小小結論不知道對不對 請你指證 就是現在如果以巴菲特的這個投資來講 他是債優於股 不能說債 應該說是短端的 短天期的 短天期的優於這個股 對不對 那有人說 明年美國是一個美 就是要降起是美債年 認同嗎 基本上不太認同 這個是市場上過度樂觀的解讀 我必須要先跟大家做一個連結 明年 大家市場上預期最樂觀 明年第一季美聯儲要開始降息 或者是第二季以後 就是下半年美聯儲開始降息 那美聯儲為什麼要開始降息 為什麼要開始降息 因為經濟衰退 那請問經濟衰退 股票市場會發生什麼事情 股票不是經濟的領先儲創跟指標嗎 那如果明年美國經濟會衰退 衰退到讓美聯儲降息 那不就代表在明年上半年之前 股票市場會有可能發生重挫嗎 那如果會發生重挫 在還沒有重挫之前 你進場去做股票市場的操作 不是剛好被套在相對高檔 所以提供這樣的思考邏輯 讓大家去做辯證 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對對對 好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韋傑 跟大家分享 理健康跟理財 那理財特別是 這一條曲線一定要知道 沒錯沒錯 美國之旅曲線 讓你們大家做菜看看 巴菲特最近在做什麼 那我們錄製的時候 因為11月27號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巴菲特它的一個動向 好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韋傑 謝謝黃姐謝謝 希望大家都越來越健康 而且越來越有錢 方方面面 我們下次再會囉 掰掰